来能够与你们分享 继续神借着撒末尔记上 也就是扫罗与大卫之间的互动 来看到神的心意 来看到人在神的计划之中 该怎样回应神 该怎样投靠神 我们在前面几次 我们看到大卫自从他打败哥利亚之后 在第十七章谈到终局之战 大卫面对菲利士的巨人哥利亚得胜之后 他的生命曾经达到了高峰 这个高峰就是以色列人 他从一个积极无名的牧羊童 一个未到当兵年龄的童子 成为以色列人中间的大英雄 包括扫罗王的女儿都喜欢他 都觉得他又英俊又什么又有成就 然后可惜的是我们知道 在高峰之后就是什么 就是只能往下 大卫之后马上 虽然他经过了一段被以色列人 抬举的时候 可是当他他仍然在以色列中的地位 仍然是只是战场上的英雄 但他的家族的地位 实际上还是蛮低的 所以大卫 而且大卫很谦卑的来服侍扫罗 可惜的是扫罗看到大卫的成就 不但没有心存感恩 反而心怀嫉妒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就怕我的王 就胜我的王位没有给他了 大卫从那时开始 从第十八章开始就每况愈下 虽然在其中我们看到神仍然在保守大卫 在上一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扫罗不断地在算计大卫 甚至把他的两个女儿出嫁 用来成为陷害大卫被非力士人来杀害的借口 以至于大卫可以有机会在与非力士人的征战之中被杀 然而感谢神 因为神恩典的保守 所以大卫逃离了这一切的计谋 今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大卫逃离了扫罗 然而大卫在扫罗的王宫中间 有一位青铜手足的弟兄 约拿丹 在今天的故事中间 我们会看到约拿丹怎样与大卫 这两位兄弟来别离 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 《见识之盟》 The covenant of David and Jonathan 约拿丹与大卫家所立的盟约 他们的离别祝福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将历史记载在中间 就是救恩历史中间 你的王扫罗与大卫 他们之间怎样王国的传递 求主你今天让我们 借着约拿丹与大卫的互动 看到主你对教会的领袖 教会弟兄姐妹彼此互动的期待 也看到主我们该怎样的 从他们的见证中间来依靠你 认识你 求主恩高孩子的口恩高所有听到 这样宝贵信息的每一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今天我们的第二十章会从四个地点 四大段可以分成一到十一 十一到二十三 二十四到三十四 三十五到四十二 基本上我们分的分段的方式是按照这个故事 今天二十章所发生的地方和人物 在第一段中间我们会看到大卫去投靠约拿丹 大卫求约拿丹来帮助 要求约拿丹来逃离扫罗 第二段我们会看到约拿丹的继续跟大卫在旷野之间来立下盟约 第三段我们会看到约拿丹在与扫罗坐席的时候 发生就是按照两人的约定来跟扫罗来确认扫罗到底是不是要迫害大卫到底 最后一段我们看到他们兄弟二人就是约拿丹与大卫再一次在旷野在田野中间 两人伤别离 所以今天大概分成这样的四段 首先我们来看第二十章的一到四节 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从约拉玛的拿约逃跑 紧接着第十九章 拉玛的拿约我们上次提到是先知撒末尔所在的根据地 撒末尔在那里建立了先知的学校 在这个中间我们知道神拦阻了扫罗去拉玛去追杀大卫 然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没有把扫罗击杀 神仍然许可扫罗还是作为以色列的王继续治理 可是大卫知道他没有办法逃离扫罗 虽然神的保守 但是他没有忘记一件事情 他来投靠约拿丹 因为我们知道在前面中间 约拿丹与大卫有一个亲同手足的朋友关系 所以他在这里逃到约拿丹那里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件事 他就说我做了什么 有什么罪孽呢 我们后面会看到当约拿丹为大卫向扫罗诉求的时候 用了同样的话语再次反问扫罗 他说我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 他竟寻缩我的性命呢 约拿丹说断然不是你不至于死 你必不至于死 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 怎么独有这件事隐瞒我呢 绝不如此 大卫又启示说你父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 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恐怕他愁烦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指着你的性命启示我离死不过一步 约拿丹就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 在这个短短的这段互动中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约拿丹好像对扫罗前面去追杀大卫的事情还一无所知 这从侧面也给我们看见扫罗对大卫的憎恨 实际上是非常有计划的 恶人的计谋实际上是什么很聪明的 他甚至都没有告诉约拿丹他所做的事情 与至于约拿丹面对大卫的时候真的是一无所知 他说怎么独有这事瞒我呢 断不如此约拿丹是扫罗的顺位继承人 扫罗有什么事不应该瞒着他 可是扫罗知道约拿丹喜悦大卫 为了确认他与约拿丹之间的友情 大卫只好启示说 在这个今天的这段经文中 这一章中间我们就看到许多的启示非常的宝贵 因为这个启示中间他们就表明了彼此毫无坦诚的 毫无保留的这个立场很坦诚 所以大卫必须启示说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父亲肯定是要瞒着你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与我的关系他知道 所以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也指着你的性命启示 我离死不过一步 这就是大卫上一章中我们经历到 大卫经历到的扫罗的追杀 约拿丹听到这些 我们就看到说他知道大卫不是在开玩笑 他与大卫的关系 以至于大卫启示要说这件事的时候 他就说你心里所求的 我必为你成就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到第十一节 大卫在这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建议 大卫对约拿丹说什么 他说初一的时候 我应当和王同习 就是一同宴做宴做习 求你去让我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的晚上 你父亲若见我不在习上 你就说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 因为他全家都在那里献年纪 你父亲如果说好的话 仆人就平安了 他若发怒 你就知道他一定要害我 求你施恩于我 让我因为你和你在耶和华面前 曾与仆人结盟 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 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 约拿丹说断无此事 我若知道父亲决意害你 我岂不告诉你呢 大卫就对约拿丹说 你父亲若用利言 就是严厉的话回答你 谁来告诉我 约拿丹对大卫说 你我且往田野去 二人就往田野去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试图用一个方式来帮助约拿丹确认 扫罗到底是要害大卫只是战时的 还是下定决心 再也不改变 我们知道约拿丹前面也听过扫罗说 我必须要杀大卫 你知道听父亲发脾气跟听父亲下决心是两件事情 我不知道 作为这个罪人的我们 有时候在父母做父母 不论是我们的父母还是我们自己做父母 有时候发脾气的时候 总会说一些不准确的话 你总是不听我的话 这个是一个讨债鬼等等 这些的这样都是一些牢骚 可是扫罗对大卫的这种谋害之心 约拿丹必须的要 大卫要说觉得约拿丹必须清楚 因为他实在不能 他心中的惧怕 使他必须要跟约拿丹坦诚相告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 这个在前面这一段故事中间 这一段记载中间 大卫的惧怕 让他去投靠约拿丹 让他去投靠约拿丹 而且他诉诸于 他与约拿丹之间的盟约 他甚至说我若有罪 不如你自己杀我 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大卫实际上是坦然的 知道将他的服饰 放在约拿丹面前 说我从未有取而代之 我从未有谋害你父亲的想法 在这时候 约拿丹说 好 我若知道父亲决意害你 我岂不告诉你呢 约拿丹是处于两难之间 他有一方面是他的亲密的战友 或者是亲密的弟兄 虽然年纪比他很长 可是约拿丹知道上帝的手使用大卫来祝福以色列 另外是他对父亲的忠诚 因为他是王的儿子 他是王子 我们知道约拿丹是身高 这个 这个全高位重 而且手握兵权 他的父亲是将这个兵器除了他父亲曾经是只有他父亲跟他有兵器 然后打仗的时候都是什么让约拿丹冲锋陷阵 而且带领以色列人 所以这时候约拿丹说 我有担待 我若知道父亲 我一定会告诉你 大卫问约拿丹说 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父亲毕竟是在位的那一位 你还是后辈的 你是王子 但是你还没做王 如果你父亲坚决怎么办 约拿丹就对大卫说 我们且往田野去 在短短的这一段过程中间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大卫的惧怕 约拿丹的单纯 以及大卫必须用誓言来帮助约拿丹 从他父亲的这个设计的网罗中间脱离出来 说你真的知道你父亲在想什么吗 他必须用誓言来做 而约拿丹知道听到大卫的誓言的时候 他相信大卫 他是说我来担待这件事情 我要一定要发现父亲到底是怎么样 可是大卫仍然担忧 在这个兄弟之间的这种互动中间 我们看见几个重要的事情 圣经告诉我们 有解经家在这一章的分析中间说 你会注意到在整个的二十章中间 大卫的害怕让他做了一些 失去了一些平安 因为大卫的害怕就是说 在整个的故事中间 好像大卫没有怎么祷告 这里没有提到大卫去 亲近神去苦求神 大卫惧怕扫罗的手下 惧怕扫罗派的死士来追杀他 然而大卫又做了正确的事情 就是去投靠 投靠那他所相信的亲近神的人 虽然扫罗是被神离弃的 可是神在约拿丹身上 仍然做着成 仍然让我们看见 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 所以大卫在投靠约拿丹的时候 就是仰望上帝的作为 那么下面这段经文是很有意思的 有解经家就说 如果你只看一到十一节 然后再看十八 这一段是十二到十七 再看十八往后走 你就觉得今天的这段经文 好像是重复了 因为今天这段经文的内容 在大卫与扫罗之间的约定 在十八节就已经讲过 又讲了一遍 从另外一个方式讲 而十二十七节好像是多余的 你知道吗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看见圣经中有一个很难的 或者好像是多余的重复的时候 你就知道 在神没有重复的话 在神没有多余的经文 今天这段经文 与其说是多余的 还不如说整个故事的高潮跟核心 所以我们仔细来读这段经文 会知道这个内容会在后面重复 但是这一段出现在中间 是有它的意义的 首先我们看见约拿丹就对大卫说 我们知道说 大卫已经反复跟约拿丹说 虽然你跟我兄弟关系很好 虽然你也信我的话 可是万一你的父亲继续这样做 该怎么办 那约拿丹说什么 我们且到旷野 为什么他们俩突然从一个私底下 可能在约拿丹这个别墅 或者是住处会面 要移到旷野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有一个事情是可以肯定的 约拿丹要讲的话 可能你知道旷野有什么好处 旷野就看不到人周围 所以你可以确定没有人可以听见 约拿丹所要讲的话 实际上约拿丹不想让别人知道 那他要讲什么 他讲的话跟后面是看起来重复 有什么地方不重复 所以不重复的才是关键 在这一个架构中间 他首先讲出来一件事情 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政 后面这个经文就是他们俩的约定 明天这个时候或者是第三日 我要知道我父亲在想什么 他要说他若是对你有好意 我一定我起步打发人告诉你呢 我父亲说害你 我不告诉你 使你平平安的走 愿耶和华重重的罚我 所以就是若他是没有一定要害你 我就什么 一定会告诉你 但是如果他害你 我不告诉你 愿耶和华罚我 然后他中间加了这些经文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如同从前和我父亲同在一样 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待我 不但我活着的时候 免我死亡 就是我死了 耶和华从地上剪出你仇敌的时候 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 也后面继续的 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说 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 追讨被约的罪 约拿丹因爱大卫 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就使他什么 再启示 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 我实际上已经把重点画出来了 就是红字跟这个绿色的字 我们知道在旷野的时候 两个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知道约拿丹这时候 他是在以色列人中间 是权位极高的 他有士兵保护他 他随时随地 就可以命令人去做什么事情 可是在今天这段经文中间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约拿丹像大卫一样有一个惧怕 什么惧怕 约拿丹说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 所以我们不知道约拿丹 到底从哪里得知了什么消息 但是从今天的这段话中 今天这段全部是约拿丹主动 他在讲的话中间 他好像知道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这个现在是被他父亲 向条狗追杀的大卫 将要是什么 而且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神与他同在 而且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将来神 也继续会为他剪除仇敌 约拿丹用信心的眼光 看到一个被追杀的 像狗一样被他父亲追杀的 一个矛头小伙子 比他年轻了一二十岁 你知道我们从以前弟兄 我们分析过 他实际上是可能是正当壮年 五十岁 而大卫是童子 二十岁都不到 或者是二十岁过头了 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可能我不知道中间过了多少年 但是是一个毛都没长齐的人 从以色列 可是他居然看到一件事情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历史历代 在王朝阶梯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 北国的王朝阶梯 都大卫后面的那个 北国王朝阶梯 每一个王就把前面那个王干什么 隔脉子 斩尽杀绝 把他所有家世的人 全都什么 一个一个杀掉 为什么 就是不要让他们曾经的王 有什么 有机会说 这个国是我的 今天这段经文 宝贵就在于说 就是这样一位 Royal Family 君王的王子 对国度的权柄 是什么 应当是抓得很紧的 应当是保护他家族利益的 可是他做的一件 让人难以相信的事情 他像一个处于卑微的地位 他的仆人 求一件事情 他看见这个仆人手中 这个仆人是谁 这个仆人是耶和华所拣选的 他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如果我不使你今天逃避我的父 过三天逃避我的父亲 如果他要害你的话 我就什么 你就要罚我 重重的罚我 可是他说 求你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 而且不但恩待我 而且是什么 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 他怎么知道大卫居然以后 有权柄 生杀大权 以色列的每一个人呢 他怎么知道的 所以今天这个故事 这个重点就在这里 他必须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大卫 是神所使用的 他用信心的眼光 看到一个像狗一样的年轻人 大卫求他 可是他说 我也有求你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神在你身上的座位 他说当后来就是我死了之后 你也永不可向我家 绝了恩惠 所以你看到吗 约拿丹他 信心的看见 不是眼下 不是当下 而是什么 而是将来 而是上帝 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座位 他是个亲近神的人 他知道神的座位 才是最宝贵的 所以你注意到 圣经告诉我们 约拿丹和大卫家结盟的时候 说什么 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 被约的罪 约拿丹爱大卫 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就是他在其事 圣经告诉我们 大卫后来 履行了 他对弟兄的这个誓言 因为我们看到 实在是看到 约拿丹真的是和 父亲扫罗迥异的人 他跟整个世界的这些君王 完全不一样的人 他看到的是什么 是神的国度 所以在这里 我们这个故事 后面这一段 就是前面的一个重复 但是这个里头呢 就是一些具体的安排 比如说你要等一下 然后呢 等到这个第三日 为什么要等三日呢 因为你知道 后面他们约定了这个测试 扫罗到底是不是要发怒啊 要到底是对大卫怎么样 那个献祭的那个宴席跟日期 往往是一天或两天 有不可能是只有当天的 那个是根据满月的 以色列的习惯 满月的时候 他们要做的事情 所以要等三天 就是确定了 然后呢 来的时候呢 就是你要去磐石等候 这个磐石叫以色磐石 不是以色列磐石 以色磐石 然后呢 他们约定就说 我要设 约拿丹设三件 然后他对童子说的话 他说我要打发童子 这个童子就是他 帮他剪剑和背剑的那个童子 然后呢 说一种一种是 如果我对童子说 剑在后头 把钱把剑拿来的时候 你就回来 童子是把剑拿回来 可是你听到我这样说的时候 就知道说你可以回来 然后呢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你必平安无事 原来他说 但是我如果对童子说 看啊 剑在前头的时候 你就要离去 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 你和我今日所说的话 有耶和华在你 我中间为正 直到永远 约拿丹 存着诚实的心 以耶和华为正 约定了 跟大卫之间的 这个剑在前头 还是在后头 前头 你就要走 因为是神打发你去的 后头 你还可以回来 以色磐石之约 所以在这个约定中间 我们看到两个人 之间的兄弟盟约 这个盟约 他们说 你生命中有什么惧怕吗 不论是大卫的惧怕 还是约拿丹的惧怕 他们最后都寻求的是一个平安 什么平安 稳妥的平安 是真正的平安 是covenant 盟约 covenant 然后 所以约拿丹以仆人的心态 以国度的眼光 来命运 他的国 他的王位 失去 也要什么 也要保守 大卫 不要被他的父亲杀害 接下来 我们来看 两个人 故事就按照计划发生 大卫就去藏起来 到了初一的时候 这里我们看见 我们可以说算是一个鸿门宴 王这里有几个主人公 扫罗 约拿丹 亚尼尔 就是元帅 就是以色列的元帅 然后还有大卫 有四个座位 第一日大卫的座位空着 然而扫罗没说什么 我们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 有没有很有意思 就是扫罗前面那么杀大卫 可是居然扫罗还指望大卫会什么 回来参加什么 参加每个月初一的这个宴席 从侧面也说明大卫的品格 因为扫罗追杀大卫是按历里派人去的 他没有告诉亲近大卫的约拿丹 也没有告诉亲近大卫的那些士兵长 对不对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说 扫罗还期待大卫出现 就是说大卫做事真的是十分的稳妥 哪怕是要害他的扫罗 都觉得什么 他一定会出现 这也从侧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神的人 他的品格 一个跟随神的人的品格 然后他就说 大卫遇事偶然 偶尔不结 偶然占欲不结 所以必定是不结 这也给我们看见大卫对圣礼的尊重 对这个神 今天我们就说 有时候就很多时候我们会说 神的教会 是不是百分之百去教会的人 都是得救的 当然不一定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 亲近神的人 百分之百的都是什么 在教会中间的 所以这些我们都看见 大卫虽然知道这个仪式本身不能够 不能够救他 但是这个仪式或者是与王亲近神 敬拜神 这些仍然是什么 仍然是他经历神恩典的方式 所以大卫第一次不出现 第二个还是空着的时候 扫罗就问约拿丹 耶稀的儿子为何昨日 今日没有来吃饭 你知道当他用这种口气的时候 你知道他连大卫的名字都没叫 他说某某人的儿子怎么样 充满着那种不屑 那种鄙视那种仇恨之心 约西的儿子怎么昨日今日 还指出他的不是一天 是两天没来吃饭 我不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有没有想过 他是怎么对大卫的 约拿丹就说什么 大卫窃容我往他 窃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 他说求你容我去 因为我家里城里 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 我长兄吩咐我去 如今我在你面前蒙恩 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 所以大卫没有父王的演习 扫罗会相信他吗 会不会 实际上有解经家 在仔细地分析 这个用词的时候 讲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约拿丹 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 不像他的父亲 会掩盖自己的心情 约拿丹在回答扫罗的时候 用了一个词 那个词就是 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 中文是好几个一句话了 但是希伯来文是一个词 那个词是一语双冠 什么意思呢 就那个词可能可以翻译成 大卫求我容他逃往伯利恒 什么意思 言下之意 就是他无形中把大卫的恳求 说反映出来好像大卫知道你爱他 所以大卫是要逃去的 你知道吗 他不是找了个借 他不是真的因为家里有事 而是他要逃到伯利恒去 所以他解经家说 这个约拿丹真的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 所以扫罗呢 怎么样 发怒 扫罗发怒 发怒说 你这顽梗贝利 妇人所生的儿子 这是他的长子 这是要继承他王位的 他骂的是谁 从他妈开始骂 从他的妻子开始骂 说你是什么顽梗贝利 妇人所生 言下之意怎么样 就是你这个人啊 你的贝利是从你妈来的 然后他继续骂 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稀的儿子 自取羞辱 以至于你母亲陆体蒙羞吗 他们说如果你去读西伯来文的话 那个词真的是侮辱性非常强的 这个就跟我们这个 讲脏话的时候 对母亲的咒读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极大的羞辱 然后他反复提到不是大魏 是什么 耶稀的儿子 耶稀的儿子 怎么样 若在世间活着 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 现在你要打发人去 将他捉拿给我 他是该死的 有人说扫罗在这里 用了好几个方式 你会看到扫罗真的是聪明啊 他不是一个笨蛋 凡是违背神的人 没有一个是笨蛋 扫罗在这里用了羞辱 羞辱这个约拿丹的母亲 约拿丹来羞辱约拿丹 用了罪咎 因为约拿丹什么 约拿丹允许大魏活着怎么样 就让他的母亲蒙羞 让他的国跟国位站立不住 让他对父亲的忠诚怎么样 产生了怀疑 你爱你这个亲近 一个要可能夺你权位的人 夺你父亲国位的人 你就怎么样 你就没有效忠我 你的第一个效忠的应该是 扫罗说应该是我 应该是我所代表的以色列国 然后他用贪婪来操纵约拿丹 约拿丹你要如果还想到 你还有国位要继承的话 你就怎么样 不要去放纵 不要让耶稀的儿子活着 他用这一切的手段 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杀死他 要杀死那个可能取代他 而且他知道已经远离他的上帝所拣选的那一位 所以很可悲 约拿丹 我们知道约拿丹再一次的向父亲询问 他为什么该死 他做了什么 这不是第一次他向父亲询问 也不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 第二次出现这个问题 第二次是大卫问他 说我做了什么 我为什么要 我有什么该死的地方 他第二次问他的父亲 扫罗怎么样 扫罗终于受不了了 扫罗终于受不了了 扫罗说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的国 你的国 这是首先的 你要先求什么 先求扫罗的国 跟约拿丹的国位 你在这讲什么 你是疯了吗 他拿枪要刺他 我们不知道这个枪 为什么扫罗手边总是有把枪 可是他可能担心有人要杀他还是什么 他真的是一发怒 他曾经有这个枪刺了大卫两次 现在怎么样 亲近大卫的人 亲近哪怕是他的儿子 也都要被他刺他 约拿丹就知道 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 于是他怎么样 他也很气愤 他气愤愤 中文翻译加了个愤 气愤愤的从旗上走来 甚至出二都没有吃饭 他因为看到父亲羞辱大卫 就为大卫感到愁烦 我们再一次在这里看到 一个处于两难之间的约拿丹 他在两边之间大卫那里向他恳求 大卫说你要知道你父亲在杀我 他本来不相信 可是他最后看到父亲居然真的要杀他的时候 因为他为他求大卫求父亲放 不要杀大卫的时候 父亲要杀他 他居然他就知道这件事情 他没有 他真的该怎么办 他为大卫忧愁 所以就说这个鸿门宴真的是 跟这个君王吃饭 真的这顿饭不好吃 扫罗说你要先求自己的国 你和你的国位站立不住 而约拿丹却说什么 他内心他没有讲出来 他要忠于兄弟之约 他为大卫仇犯 所以在新约中间我们就有一句话 我觉得好像是约拿丹的反照 就是主耶稣曾经在福音书中提到说 若不爱我 胜过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 弟兄 姐妹 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自己的门徒 约拿丹为了神的国 为了神所拣选的大卫的平安 冒着什么 冒犯父亲 甚至要放弃或者是背叛 所谓的背叛就是说 不与父亲同流合污 顺着父亲的旨意杀大卫 这就是给我们看见 他爱神的仆人 胜过爱他自己的地位 胜过爱他自己的益处 在最后这一段经文中间 35到41节中间 我们看见 约拿丹知道 他必须要与兄弟离别了 商离别 他就按照他与大卫的约会 到了旷野 有一个童子跟随 约拿丹对童子说 你跑去把我的剑找来 童子就跑去的时候 他就射剑在童子前头 童子到了约拿丹落剑的地方 约拿丹就对童子说剑不是在你前头吗 约拿丹又对童子说速速的离去 不要持言 童子就捡起剑来回到主人那里 童子不知道 只有约拿丹和大卫知道 这句话 剑在你前头速速的离去 不要持言是什么意思 约拿丹将弓箭交给童子说 你拿到城里去 童子一去 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 俯伏在地 拜了三拜 二人亲嘴 彼此哭泣 大卫哭得更痛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 非常令人悲伤的兄弟离别之情 故事发生到这里 约拿丹说 剑在前头 有一些牧师用今天这一章 讲到的题目叫剑在前头 为什么 他说速速的去 不要持言 这个童子实际上就是帮约拿丹捡剑的人 那为什么他要带着童子去 实际上有很多的缘故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童子 他带童子去有一个好处 就是让扫罗放心 他不会私自的去通知大卫 所以但是呢 虽然如此他仍然可以告诉 借着童子的这个 告诉童子的这个信息 就是剑在前头 让大卫知道 他必须离开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个人之间的兄弟情势 俯伏在地 彼此拜了三拜 不大卫向他拜了三拜 二人亲嘴 彼此哭泣 我们在这里 我们再一次看到大卫作为神的仆人 他并没有骄傲 他没有自取荣耀 他仍然是以扫罗的仆人 他仍然是以约拿丹的仆人 因为扫罗是王 约拿丹是王子 大卫只是他们的什么 军事长 他不是以骄傲 他是什么亲密的 亲近的这个关系 并且哀伤两个人之间 必须要离别 我们在第十九章知道 当第十九章大卫离开扫罗之后 两个人就再也不能够亲密相见 在今天的二十章中间 我们也看到 约拿丹与大卫之间的离别 所以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想起一首歌 张学友唱过的《祝福》 那这种祝福的是这样说的 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说在这里 他说 挤许愁挤许忧 人生难免苦与痛 失去我才能真正懂得 去珍惜和拥有 我就说这些很形容 很好的形容 约拿丹跟大卫之间的关系 他说情难舍人难留 今朝一别各西东 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中 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 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然后说伤离别 离别虽然在眼前 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 那当然这首诗歌的作词作曲 应当作词的人 应当是没有信仰的人 但是这首诗歌 我觉得如果改一下最后这两个 这一节很有好 他说若有缘 有缘就能期待明天 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实际上在人生中间 这些很多时候是遥不可及的 尤其是大卫跟约拿丹 第一别之后 圣经告诉我们 除了后面他跟大卫之间 有一个短暂的相聚 但是不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只是打个碰个头而已 今天是他们最后一次亲密的相聚 我说最好的是应该是这样 大卫与约拿丹之间说 因有神 有神就能期待明天 大卫跟约拿丹在世的时候 是分离的 最后 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他们最后在哪里相逢 他们最后就是在大卫 在永恒中间相逢 他们弟兄之间的这种离别之情 实际上最后只有因为有神在他们中间 是那个盟约的中保者 盟约的保护者 让他们最后有机会相见 所以肉身灭绝之后 他们有盼望 所以两个人最后是以永远的平安 来作为结束 今天这一段经文很宝贵的是 神没有让故事只是停留在这里 约拿丹对大卫讲的话 就会看到说 他们兄弟之间的伤离别 还是有盼望 在这个故事 在今天的二十章的结束的时候 他说我们二人称 指着耶和华的名 启示说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 并你我后一中间为正 直到永远 所以你知道 他们有人就说 约拿丹的忠诚 不是光是对扫罗的 不光是对大卫的 当他以大卫立约 和他家他的后裔立约的时候 彼此后裔立约的时候 约拿丹实际上是为他的子孙 后代来蒙福 寻求福分 他怎么寻求福分 他不是投靠 他的父 靠着眼见的 他的爸爸的王位 他是靠着不可见的 大卫的国度 神的国度 他的子孙后代 与神的国度是有份的 所以他说 你我后一中间的时候 他是指什么意思 他的后代 约拿丹的后代 我们后来就知道 约拿丹的儿子 米菲波舍 被什么 被大卫接到他家中 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他的后一为正 直到永远 所以约拿丹是真正有信心 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的忠诚 是为他子孙后代 就是信仰上帝 在神国度中的子孙后代蒙福的 他说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这是一个讽刺 从某种角度来说 好像与大卫后面所经历的 并不完全一致 为什么 因为大卫后面 有没有继续被追杀 有没有他朝不保夕 曾经后面还会跑到非力士人 就是他曾经 大大击败的非力士人中间 去寻求保护 有 但是为什么他可以说 平平安安的去吗 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教会 大家都习惯 那私会一上来 或者上我上来 刚才的时候跟大家说 弟兄姐妹平安 这个平安 是不是保证我们今天出门 就没有任何的 以后就不会遭遇任何的难处 是不是 这个平安到底是什么 这个平安 实际上就是表明说 约拿丹说 我们弟兄之间 与神所立的这个约 在神里面有保守 在神里面有平安 我们是坦诚的 在神面前有真正的平安 因为我们忠实于 在神面前的保证和应许 所以我说 这个平安是很宝贵的 是像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认识主耶稣的一样的平安 今天约拿丹跟大卫之间 这个见识之猛 给我们看见一个平安与盼望 我们看到 他们两个人 兄弟二人 一个是招不保戏的大卫 一个是什么 有权势虽然今天平安 但是却看到神的作为 他们之间的约定 就有点像基督徒 与主耶稣之间的那个约定 基督徒跟主耶稣之间 基督徒实际上 我们在世上的时候 我们是随时会遭遇危险的 我们的危险来自许多 由我们的罪所带来的 还有什么 还有魔鬼撒旦的攻击啊 今天圣徒遭遇难受的时候 很多时候有魔鬼的攻击 有危险的网络 而主耶稣呢 主耶稣是处于两难 哪个两难 你说主什么都做啊 怎么还有两难 主是处于上帝的公义 跟上帝的慈爱 按照上帝的公义 当魔鬼控告我们的时候 怎么样 主应当什么 应当按照上帝的公义 应当说神的公义成就 你得被受刑罚 可是主做了一件事情 主借立了什么 新约 借着他保血所立的新约 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他就不需要两难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他让我们这些 领受他新约 保血所立的新约的人 可以与神和好 不在什么 不在被上帝咒诅 不在被上帝 看作仇敌 所以今天我们 与神和好 所得的 就是在罗马书中 所说的这个平安 这个平安 才是真平安 这个平安是 让我们可以在 所有的困境 所有的难处 甚至忧伤中间 我们有一个 来自上帝的平安 所以在这里 罗马书中说什么 你们既因信称义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相和 相和 我们又借着他 因信得进入 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 盼望神的荣耀 我们与神之间 这个和好 这样的恩典 让我们今天 在世上经历风浪的时候 可以胜得过 神给我们的 不是让我们一帆风顺 而是在我们的难处 在我们的困境中间 什么 有他属天的平安 可以胜过难处 不是我们胜得过 是神的恩典帮助我们胜过 这就是我们的平安 然后不但如此 我们有一个盼望 我们的盼望是什么 我们的盼望 就是我们的 真正见主面的那一天 我们的荣耀 是在基督里的 我们见主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什么 荣耀的永远的生命 今天这个生命 已经在我们内心深处 但是呢 我们在世上会遭遇苦难 但是耶稣说 你们不要怕 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求主 借着 约拿丹与大卫之间的 这个盟约 让我们看到 主与我们所立的新约 什么 所带来的那个 世界所不能给的平安 世界所无法应许的盼望 这才是我们的保障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 这样一个宝贵的见证 他们兄弟之间 约拿丹丹丹大卫兄弟之间的 盟约 让我们看见他们的信心 他们对你国度的信心 他们对你作为的信心 他们对明天相聚 在灿烂的季节的盼望 我们深信主 你也是那一位 爱我们 如同爱你 爱我们超过世人的主 所以你与我们所立的新约 就是买赎我们 让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 进入你的恩典 今天与神相合 能够继续的来 活在属天的平安中间 继续的在世上经历苦难的时候 能够胜过苦难 靠着恩典胜过苦难 谢谢主 求助你自己的平安与盼望 常常地感动我们 常常地安慰我们 让我们成为你恩典的管道 将这样的平安 这样的盼望 传给我们周围的人 这样感谢祷告 多佩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